大家收看今天星期二收市的iMoney Cafe 今天的股市和昨天差不多 26,888点 上星期收市位和之前差不多26,888点 星期一跌300多点 今天再跌200多点 但成交保持中低水平 1354亿 13亿成交已经远跌了差不多3-4亿 上星期曾经大成交过 之后就下跌了 今个星期就好像一路变回 成交赔回到1,200亿左右 开始变回 之前的新常态 1000亿亿的成交额 是否不会再有大成交呢 就可能要等到下年 到12月到今天 第二个星期 基金粉饰厨仓 或者一些执仓的动作 都开始进行 所以其实也难 会有一个 显著的升幅 看回恒指的走势图 其实看到恒指走势图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26,000点至25,900点 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位 就是一个裂口上升的位置 上次说25,900点 其实有上升裂口 现在就说 升上26,900 27,000点 一直都破不了27,000 其实未有一次收市是过27,000点 下来这个位置 现在26,300点 不算太差 其实说升了1000多点之后 就下来现在下来 下来3%左右 其实也有正常的调整 就是说 10天线 20天线虽然跌穿了 但50天线还在25,300点 25,400点左右 再加上250天线 其实现在也在25,300点 25,370几点的水平 短期就会看到 50天线升穿250天线 就造成一个比较漂亮的黄金交叉 也是市况反复向好的讯号 所以其实现在 几个支持位 25,900 25,300 25,400 和现在相比 还有500-1000点的距离 所以如果短期 都能守住25,900 这个比较大的 第一个支持位 基本上市况暂时还可以看好一点 大致不过 第四波疫情就杀到了 今天继续有过百中的确诊 过一百中 政府又再次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 也令港肢股 开始下跌 就拖累了大市 但是 今年经过恒指公司的执位之后 说 现在的恒指成分股 其实港肢股 的比例越来越少 所以 其实对大市影响就没那么大 反而中资股 或者新经济股的影响 影响力是更加大的 所以都可以看看 新经济股哪一比较好 一定是小米 110 小米 又再升 46% 4.7% 收市部26.35 小米 刚刚配股之后 高位配股之后 就跌了一阵 但是跌了一个配股价 未到配股价 已经见到很多承接 雷军说 有新产品小米11 会用新的晶片 全球首创 即是内地第一次用的 3C 规模规格 令市场有些憧憬 令股价 再升了4% 但是看到 现在升上26元后 股价和之前高位28.4% 还有段距离 26.4% 都是前浪顶 28元之前的高位 所以26元这个位 又开始反映股值 大行每次看小米都很飘忽 其实有好事的时候 提高目标价 即是一有配股消息 又提罚 即是调低1-2元 其实对这股股价 还未确定 所以 现水平 好像也不太直博 升了这么多 好像 看到现在 26.4% 其实再升上28.4% 也仍有 但是 升穿这个位 上30元 机会 因为短期内 资金不配合 其实资金炒来炒去 暂时都是轮流炒 今天炒man 当然是京东健康 其实 小米这些 炒完今天 可能明天又上小小 然后上到27元 这些位置 又可能跌下来 所以 现在短期 都是一些 区间波动的状态 所以 看到它跌下来 才好 少着追反弹 如果这些升了的股 可能要再看看 讲京东健康 超额这么多倍 200 首先中一手 70.58 招股价 难道 一开始升穿招股价 先升三成 升上90元 今天下午 最后见到京东健康 升上升了120元 123.9元 最高 收市部110元 每手都赚2,000多元 都是一个不错的水平 其实这些新股 如果要追紧 比较大的支持 是92.6元 最低的92.6元 就是刚刚开始弹上去 最高位 看到123.9元 这个位置 要过多几天才有机会升穿 因为看到110元 其实看到尾试 比较多的股盘 可能即日先 已经赚了很多 所以可能 这两天 在105-105元 这些位置 可能先走盏 124元 这位置 可能未必那么 升穿 股份基本因素 不差 这些新经济健康类股份 只有亚里健康 平衡好医生 可以与它相比 大家都是龙头 京东 和亚里健康 亚里健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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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健康 可能比亚里健康更好 而且241 股价已经上到顶部 反而半身股的 京东健康 其实炒作因素 还在 110元 未必有进口 但是 这两天也要看清楚 看看股份 会不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波动 落下105元 那些位置 可能先 会吸纳做短炒 另外 讲到旧经济股 刚才讲到第四波 亚里的晨散度 会不会有 散水的情况出现 汇丰金就看到了 跌了很多 跌下41.35 的水平 收市 跌了3.6% 其实汇丰 之前升了一阵 升了43.4 之后 大家都冲敬 是否可以28.4 升上来40几 甚至挑战50 重光的状态 就好像是难 讲到 欧洲央行监管多局方面 本身就说 汇丰指 有机会 明年三月派一些息 也好 再派 重新恢复下息 也好 也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 欧洲央行那边 其实就说 会不会有机会 让这些银行估计 推迟了派息 不让他们派息 等账流证稳健 机型状况好些 之后 才让他们派息 令到汇丰 跌下来 但是看一看汇丰 其实现在看了图 汇丰由27.5升上来 现在50天线 仍在35元的水平 因为短期升得太急 升到42-33元 就偏离了10天线 20天线 和恒之有少少 相似的情况 出现 50天线仍在35元 现在41元 可能这浪调整浪 美元有机会下40元的水平 始终 几个裂口 40元 37元 也是一个上升的裂口 所以 第一个支持位 有机会下40元的水平 如果上吸纳 吸纳的 读者 其实现在不需要那么急 可以先看清楚 而且各位读者 如果有些问题 可以留言 在Facebook的视频下面 都会解答大家 另外刚才说到汇丰 其实现在27.5升上来 现在升了五成 升了五成 还有没有机会再反弹呢 有的 但是不是今年 因为其实 旧经济股要升那一阵 其实这两个星期已经升了 内银股 内险股 今天全部一起回套 加上国际银行股 一起回套 即是很明显的资金 转移 即是阵地的工作 再看到今天 小米 或者一些信誉 甚至美团 资金流入 即是升上来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资金的配置 有点变动 所以短期 可能这些汇丰股 都暂时未能看 那线 都回答一下朋友的问题 有朋友问305 305 就说 1.09有货 1.09有货 50汽车 其实这些比较低成交的股 近期都开始比较多 突然间有大的移动出现 都说了汽车行业的问题 汽车行业其实现在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很厉害呢 因为汽车下乡政策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下乡 令到这些汽车股 突然间再升一阵 令到50汽车 这些小一点的汽车股 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 曾经上星期 上星期升了一次 即是20% 也连续大涨了几次 但是 现在股份 升到这个时候 1.09有货 这位读者 可以多看一会 其实 升到1.2的时候 现在 升了比较多 累積升幅 尤其是大成交的几天 已经过去了 现在 看到成交跌了很多 其实 这个位置 现在1.09 又不算太差 但是之前1.2的水平 其实看到两次高位 1.2的水平 其实已经升了多了一点 所以暂时等下 如果要订阅止涉位 可能1元 的时候 看清楚 会不会跌到9.5 9.5 这个位置最好 9.5如果不穿的话 仍有机会 但是因为 9.5就看到比较大的支持 如果跌穿9.5 这些股份就可能要先 另外有朋友问 5号仔能不能够 5号仔 刚才也说过 5号仔要够 最好是 现在 可能少了 因为看到 40元 我刚才说 40元是第一个支持位 但是这些资金散水潮 尤其是本港银行股 其实 国际金融股 其实 如果40元 这些位置 如果再跌的话 本地经济再差下去的话 其实也有机会借势再剩 这些股份 尤其是汇丰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帮的股份 其实都可以多看一会 如果 可以少住 现在40元 如果明天仍在 现水平 可以让你 可以试一下 想想 买相关的资产 看看有没有机会 落下38.39元的水平 那就少住了 另外 也有朋友问 688元到底没有 688元 中国海外 其实中国海外 股份 基本质素不差 内房股 其实 今年的大环境 卖楼不算太差 问题就是 美国制裁的方面 美国将这些 中国海外 中电信 中研诺 这些股份 放在制裁名单上 不让美国投资者参与 虽然 中海外没有美国的物业 美国的资产 美国的业务 但是 美国的投资者 持有约的股份 也不算多 但是 是心理因素影响大于 实际因素 这些 这类的 各有各企股 其实 一浪一浪 一浪跌一浪 底越跌越低 现在 还在说 17.8元 其实上一次的低位 还未到 有机会再试 双底 才有机会反弹 如果想撤的话 就要看看 17.5元的位置 跌不跌穿 如果不跌穿的话 先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 趁势 拼着反弹 因为 双底形态有机会 做一个小型的反弹 小型反弹 也不会弹很多 可能20元之前 也有机会停 因为 19.5元 至20元 这位置 可能是一个 比较大的阻力位 所以 17.5元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少着拼反弹 上回19元 赚回1成 也OK 可以试试 如果穿了17.5元 可能要再看 看看会不会 见17元 甚至16.5元 这些水平 另外 23.18也有朋友问 23.18也有 平保 一直都说 会不会变成熊底股 其实熊底股 不是那么容易变 那人就说 平保 今年曾经 升了浪上 102元 见了熊底股 见过一次 然后就跌回 跌回到80元 这些位置 其实这两三年 一直是由75元 至95元 来回炒作 炒什么呢 即是绿金所分刷概念 新业务价值增长 都是业务 或者分刷概念 相关的主题 但到现在 其实这一桌价格仍在炒 但过了这么久 还未成事 市场也有个时间值 对你的期待 久了的时候 相关的期待值 就会低了 所以平保也是这样 金浪涨到96.5元 其实见到股份 随即今天跌回3.2% 刚才那件事 跟刚才汇丰一样 旧经济股 或者这些 没有那么 新的经济概念股 其实都近期 中资金融股 近期都升势 包太厉害了 你看看平保11月 整个11月升了两成 三成 到现在95元 升了个进头之后 跌回来 其实可能这一转 可能要回到92 91元的话 90元附近这些位置 才可能会做一个停步 所以如果下跌的话 再看定一点 因为见到今天跌三个技 未必是进头 跟汇丰一样 这种中资金融股 一拆回来的时候 都可以拆回很多 所以 尤其是平保这些 升得多 自然跌得 也不会太少 调整幅度 可能给回5-10% 可能要回到90元左右 才要看一看 朋友问 659 659新创建 659新创建 不用买 讲讲新创建 其实新创建 现在股份基本质数 其实就不算太差 见到 股价先看看 现在 6.98 今天跌了8个 其实新创建 股份 业务 是很稳定的 一直收入也是稳定的 但是见到 这些股份 最忌计就是 爆发力不够 爆发力不够的话 就会怎样 爆发力不够 当然是升不起 见到 由6月到10月的时候 一直都在6.7元 这些位置走盏 因为其实都没有一个特别的概念 可以查 始终它是 年头跌下来的时候 疫情关系 令生意少了 业务的 争取收入增长少了 但是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现在 市场上的 冲景定了之后 股份又没有一些特别的上升动力 因为 本港经济复苏 就不是一时半日 可以做到这件事 尤其是第四波 以前再来的时候 那些巴士服务 或者相关的 交通 其实都减少了 班市的时候 都使得这些收入 也有机会减少 相关的业务收入 所以这些令到 其实 讲到新创建 这些本地为主的业务 其实也有机会 在一个短期的时间里 都没有一个起息出现 虽然你 未必预期到 它未必预期到 会有一个大的增长 也不会有一个大 的下跌空间 因为本身有些 很稳健的基础业务 就不会有太大的收入 或者盈利的下跌 但是 一路没去息的时候 这些股份 市场就不会 太高估值 所以现水平 其实又不算太划算 7元这些位 可能都是一直浮浮沉沉 另外也有朋友问 1766 是否死得 不会那么差 中车 说中车 即是机建股 390 11860 1700 也好 是否死得 其实 下半年 其实说 基建股 理论上是 股定支撑投资 比较多的时期 但是近年 看到 固定支撑投资 开始放缓 即是内地方面 这些基建股 其实就开始 增长速度 甚至 收入盈利 也有减慢 放缓 即是增长 甚至跌 加上今年疫情所类 一有疫情这些位 一少了一个月的投资 就差很远 即是开工少了一个月 或者少了 新的项目出来 都差很远 尤其是内地现在也有些疫情 可能有些新的个案出现了的时候 都有机会令到 基建的项目 有机会 动工 或者 运作的进度 未必是如常 所以中车这些位 又不会说是死的 但是这些位 现在三元这些位 未必有很快可以再增长 还有之前上到三个半的时候 升了一个顶位 做了一个前浪顶 那个位现在一路跌下来 未有起息 可能下一次再升的时候 会在三个半这些位置 会有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就不建议去追 这些落后 因为落后是可以一路落后下去的 只要一落后 就未必是 可能是一路落后下去 就未必是有机会追上来的 这些股目 其实就是这样 刚才也有朋友问 231891元可以买 90元的话会好些 刚才说92元 可能明天会有机会再见一见 如果市场仍然不就 稳定些 90元89元这些位置才买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看它做抗抵的 现在89元90元这些 买到中长线投资 或者中线投资 看100元 就会好一点 再回答两个问题 1928 有人问 豪赌股前景 豪赌股现在就说 澳门方面虽然通关 但是现在本中方面疫情 看来也有很多 很少香港旅客 未来半年之内可以回到澳门 所以都是靠内地旅客 但是内地旅客的 承受能力 是否真的可以在 下年 令到豪赌股 复苏 我不是这么看的 看到 银河 银鱼那些 虽然涨了很多 但是看到 金沙中国这些 一直都是32-34 这些浮沉 所以现在升上区间 顶位 现在又升上35元 其实说8月9月又升上35元 就回来了 也是疫情好转 疫情又再次恶化 这些 来来回回的水平 所以这次疫情暂时 暂时没看到 太大好转的时候 35元 可能是一个顶位 暂时不适宜 如果想看的话 可能要下31-12元 这些列口位 尤其是前浪 升上来的 底部 那个位置会好一点 就可以再看一会 不需要那么急于入货 最后再带1157 157中联重科 其实中联重科 9元 其实是前浪顶的 高位 现在下到9.2 如果想追求 就可能看 9元有没有支持 如果有支持 就可以 再试试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升穿 近期的顶部 9.8-9.9的水平 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看下去 如果要 跌穿9元 就不適宜再入货 所以9元这个位置 是比较关键的水平 那今天的时间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大家再见